大家可能之前很少有听我在舞台上或者是某一些节目当中去唱一些慢歌 对因为可能一些导演组或者一些栏目组他们为了抓取一些大家瞬间的一种吸引 所以说都会让我去各种的唱高音啊各种的标高音啊等等 所以说很多人就会有一个误区哎哥宇森是不是只会唱高音啊他是不是只会吼 嗯其实音乐人都是有自己内心的一片田地的最早我也是来北京 现在有12年了对最早来也是自己在自己的小黑屋里边写自己的创作写自己的歌 嗯那么越到后来就越会发现越不能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因为这个世界真的是干扰太多然后可能大家都是为了瞬间让抓住大家 所以说今天这个我是歌手谁来踢馆的舞台我非常的感谢 因为他可以让我唱更多我喜欢的歌曲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一首比较走心的歌曲 因为歌手和听众面前他们沟通的桥梁就是音乐和歌声 但是由于之前的某种原因大家可能对于我和大家的语言 我想用音乐表达我的语言有些太局限 所以说我有很多话都没有给大家说 接下来这首歌还没说的话送给你们 2 啊 哦 嗯 ну 嗯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我更像是可憐的傻瓜 眼睜睜看著你走向他 你的世界我只能撞聾錯呀 轉身之後淚拼命地挣扎 還是沒說出那句話 遺憾的世界成傷嗎 自尊還在笑我是一個傻瓜 最後還放不開牽掛 曲中人灑冷藤的場 幸福還是一點點無奈的融化 我更像是可憐的傻瓜 眼睜睜看著你走向他 你的世界我只能撞聾錯呀 轉身之後淚拼命地挣扎 還是沒說出那句話 還是沒說出那句話 遺憾的世界成傷嗎 自尊還在笑我是一個傻瓜 最後還放不開牽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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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中人灑兩條的場 幸福開始一點點無奈的融化 幸福開始一點點無奈的融化 還是沒說出那句話 遺憾的世界成傷嗎 隨便會來挽得比喻掛 若花